联邦政府宣布,由明年3月底开始,大部分公务员必须每个星期有2-3天返到办公室工作。 张桂叶报道。 联邦政府今天宣布,从明年3月31日起,联邦公务员每个星期必须有2-3天, 即是40%至60%的常规办公时间到工作场所上班。 除了那些在疫情前已经在家办公的员工,在所属社区工作的原住民公务员, 或者在距离指定工作地点125公里以外工作的员工可以获得豁免之外, 新规定将会适用于所有核心公共行政机构。 政府指出新版运合工作模式将会加强员工的创新和归属感, 有助团队建立信任并相互学习。 但新规定遭到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的坚决反对, 指出决定未有徵求公会意见。